女人脏不脏就看这三个地方 说实话 现在很多男人谈恋爱都比女人还要小心 因为现在的一些女人真的很脏 她交往过的男朋友 或者比你身边的女性朋友还要多 很多男人在这样的女人手里吃过亏 其实想要知道一个女人脏不脏 真的很简单 只要看这三个地方就知道了 第一 她的感情史 女人的感情史一般是不会轻易告诉别人的 不论是好女人还是坏的女人 所以想要了解一个女人的感情史 就要从她身边的朋友那里入手 如果一个女人的感情史丰富 对待爱情是一种不认真不负责的态度 那这样的女人无疑很脏 女人的挑起圈能够很直接地看出她脏不脏 如果她的交易圈里多以男人为主 并且她和这些男人都保持着不错的关系 并且即便是恋爱结婚了 也不知道收敛一些 那对这样的女人 男人一定要有多远离就多远离 第三 她的嘴皮子 嘴皮子和脸皮子是挂钩的 一个女人如果嘴皮子相当厉害 那么她的脸皮肯定也不薄 说真的 一个女人如果和男人在一起的时候 又能说脸皮又厚 这样的女人不经过千锤百锤 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 对于好的女人 男人一定要好好地珍惜 不要伤害人家 而对于坏的女人 则一定要坚决地远离 如若不然 到了最后受伤的只会是你自己 后悔的更会是你 我的目的是你 你需要高级的始终